好 下面我们来讲ARP攻击原理 怎么攻击的 ARP是一个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是一个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协议 它完全没有考虑任何的安全性 而且老子特别不好使特别的傻 我们来看怎么玩的 那么 正常情况下这是 PCA 两敏 这是网工 网关 这是网关 这是陆游器网关 他的地址是10.0.1.1 然后这是你的客户 10.0.1.2 然后你的网关就指到了他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情况 如果没有任何黑客存在的话 没有任何攻击存在的话 我A就会做一个ARP解析 解析他的网关 10.0.1.1 那么会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 结果 那么就是 C 那么这个ARP 给他 然后他就拥有了这个 非常正确的 ARP印射 当然 网关 我们刚才说过 网关 也会拥有 这个A的 ARP印射 那这个故事 如果讲到这儿 那就 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OK 但是呢 这个生活没有这么好过 那这是一个正常的 ARP印射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发起攻击 攻击有多 LOW呢 很LOW 那就是我的攻击者B 我就 无缘无故的 就直接给A 发了一个 ARP的 响应 请注意 就说 这个A 根本就没有发请求 然后呢 莫名其妙就收到了有一个人就 非 给他了一个响应 然后呢响应里面那个原IP和原Mark不就是个答案吗 OK 他就在那个响应的 我们来看这个包啊 你看响应这个 这个响应这个里面 响应这个里面 就是 这么说吧 就是我们的这个 普通的客户 他以前解析过网关 然后呢 在完全没有任何预见的情况下 有个哥们就直接 再say给你 因为为什么要say给你呢 因为他这个Mark例子 他就是你呀 这是攻击者 然后这就是你的Mark例子 他强行say给你这么一个ARP Reply 然后里面呢就填上 网关的IP 和那个攻击者的恶意的Mark 就这么一个玩意 OK 然后呢 这个A 就收了 这个A就把以前的正确的映射 改到这个有问题的映射上来 他就改了 更新了 OK 同理 那我B就强c了一个ARP的响应给网关 那么那个 响应里面就会写 那么 10.0.1.2的Mark例子是B B就是这个攻击者 那么 A也是10.0.1.1这个网关的IP的Mark例子也是B 有人说 这个太二了吧 对吧你都没有问 别人没事就强c一个ARP Reply里面 你就 你就读了 你就认了 你还把正确的给刷新了 答案是正确的 ARP就这么二 ARP就是这么没有安全机制 ARP就是看了 ARP就是更新了 ARP就这么被读化了 就这么没有技术含量 OK 就这么二 就是这么二的协议有什么责 就这么简单 你发这么一个针 就可以 请注意这个攻击非常的轻量级 你只需要发一个ARP的单波针 原Mark是攻击者 目的Mark是那个客户 然后呢只要把原 发送源的IP和Mark 换成你毒化的 他就 中招了 网关也是 你把你也发一个单波针给网关 然后把那个填好 网关就毒化了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轻量化 正常网管很难看得出来 而且那个 你知道 比如说我们的客户 我觉得吧 普通客户是啥也不懂 就别走他们了 你做一个网工 我相信说 你去查网关对不对 比如网关对的 网关是10.0.1.1 难道你是火眼金睛 你能够你真的是这么合格的网工吗 你一眼就能知道ARP的Mark地址不对 这太高级了 反正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们公司的 这个我的网关的Mark是多少 这个我可真不知道 对吧 你能够一眼看出来 Mark不对吗 高科技呀 你的什么记忆力 OK 所以说这东西很难被别人看到 因为网关追的 Mark地址不对 你能知道 一般没有这种 智能吧 OK 所以说这个东西很难被发现 那一旦这个被毒化 你要了解 那这个时候 那么所有的流量 那么都会绕这个 走 回来也会绕他走 双向流量 都会被劫持 明文 就会被直接看到 密文 他也可以 他可以 做一些卸载技术 能把密文给卸载掉 OK 但那个技术含量高得多 OK DNS呢 也可以在中间改 也是没问题的 OK 这就是ARP攻击 攻击其实 很没有技术含量的 OK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SPA已经 拿掉了 我们的ARP映射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正常的ARP映射 我就看R1、R2吧 咱们别AESA了 我就一会劫持R1和R2了 这样 我们来 我pin一下 Cali 我们先 都有Cali的 可以看一下R1、R2、Cali 这是正常 没有攻击 R1、R2、Cali 只是我会把Cali的Mark地址给你看到这儿让你看得清楚 好下面我们来做一个攻击 超级超级简单 也都是 因为我上课 都是用现有的教本 这些东西全部比如说我上Python黑客 那我会教用Python直接写 这种独化代码 ARP Spoof 这都是直接的装 装了Cali那可是天生自带 OK 好我给你简单解释这个道理很简单 我再起一个反过来敲 双向 开始是敲到每个开头 我看一下我刚才是敲到每个我想自己继续 不好 停停停停停 1好 那我这是2 很简单 不是两个吗 我一边发一个 对吧 我告诉 202.1白脸1.2 我是202.1白脸1.1 我的Mark是202.1白脸1.1的Mark 这不就 毒化了吗 OK 相当于我伪装他的Mark 告诉他 我伪装他的Mark 告诉他 开始吧 So easy 这个攻击完了之后你可以看一下效果 好 你在1上 2的已经被毒化到卡里了 在2上 1已经被毒化到卡里了 可以理解吧 当然 我这里面呢 你也可以毒化网关的 你只需要把 那个改成254 就可以了 OK OK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 那下面这个毒化继续着啊继续顶着打 不要拿个鞋子 看一个 Workshop 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抓1的 好这个时候呢我来看一下 我们我们看了2.2.100.1.2 行不对 卡里那个路由转发功能是激活了的啊 不要着急 稳的很 就让我们不行 没有夜楼密码 把你夜楼密码打开 好 不择他了 就这样了 看到了 闻的很啊 密码 show version 然后打了些东西 然后又没打出来 对吧 又敲了evo password 然后show w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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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我敲到config t ofero spf and 两个退出 稳的很 OK 你看 这所有的流量都被解释 OK 全部名文都被看到 好 那这就OK ARP就这么简单 就搞定了 那 而且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东西还有个特别 贴心的一个功能 这个脚本啊 我记得当初我学他这个 收尾脚本 我只要写了两天才写出来 收尾脚本还挺难写的 被解释一下什么叫贴心的功能 什么意思呢 如果此时 你说啊我攻击工完了 我走了不玩了 你就直接拔掉网线直接走 那可容易被发现啊 因为如果说此时你直接拔掉网线你直接走 这个ARP是 属于毒化状态 你走啊 网就不通了 那这个时候再找网管网管就被他发现了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脚本有个很贴心的功能 Ctrl C 你就是为什么刚才我Ctrl C 老是断不了的原因 他会自动的把这个攻击给你复原 给你复原 就让你不要有 就是还是跟那个攻击之前那种正常的状态 就说我攻击的时候那你都走我 那我走了不玩了 你们俩能够正常的好起来 你看完美 OK OK 你就意思 就说我攻击的时候我毒化 我走的时候Ctrl C停止 自动恢复 OK 那我记得当初真的是 我写这个代码 模拟它这个操作就花了不少时间 不太好玩我觉得 OK 完美 这个ARP 很容易做 效果很明显 而且很有贴心的服务 好 那好攻击这么容易我们必须要去严管它 那下面我们讲最后一部分Cisco DAI